第十二章 有贼 清风念完最后一段 拱手行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见诸人的表情 便知道这一次成功了 在这东汉末年有了名声 再加上这些人才 再抢个地盘 清风便向一旁的寻遇看去 牛人啊 跟了爷吧 爷绝对不会像曹操那样 花园中沉寂了片刻 啊 实在是太美了 只有感叹 肩若消成 妖如约素 云记鹅鹅 羞眉莲捐 单纯外郎 好齿内心 我反复已经见到了 楚王神女的模样 真是绝世加厉 清国清城啊 秦风秦子进 就凭这首付明日这个时候 她的名声就要传遍洛阳城了 真是洛人羡慕哦 秦风心说 你还有些想象力 文姬小姐不就是绝世加厉 清国清城吗 秦玉的看法又有些不同 他听得极神 一直以来的夙愿 就是用自己的才能 匡富汉事 让百姓安居乐业 让大汉恢复到汉武时的 繁荣昌盛 他从父里听到了 秦风对事实的无奈之余 又有了一丝悲哀和愤懑 这也是一个怀才不遇 想要一展报复之人 秦玉便对秦风 起了惺惺相惜之意 秦风要是知道 此刻寻玉的想法 一定会乐不可知 这可真是个美丽的误会 这父里的确是有怀才不遇 一展报复的意境 但那是曹植被他哥哥 曹皮压制给逼出来的 子尽大才 文若自愧不如 寻玉便举杯说道 文若有惊天伟地之才 匡富社稷之能 这天下百庆的好日子 在文若兄肩上 多过子尽 秦风的好听话 不要钱地扔了出去 寻玉举杯的手抖了一下 眼中闪过了一丝一丝 他居然能看穿我的心思 也许他也是这么想的吧 寻玉掩饰了过去笑道 紫禁兄说笑了 又一个美丽的误会 牛人啊 快喊主公吧 我都等不及了 秦风捕捉到了寻玉的一丝意 但是知道此刻实际味道 便举杯相碰 满饮一杯 寻玉有感 秦风大采 秦风也知道自己的心思 与他心心相惜 便想着帮他一把 站起来说道 请蔡老先生及诸位前辈 为紫禁四人做一番评价 蔡英乃当时文章的宗师 首书六经十杯 立于太学 说是天下文人之师也不为过 有他的点评一番 传扬出去名头就来了 更何况还有中郎将卢直 经兆尹扬镳 九亲之意的马日弊 这些可都是后来三宫的牛人 伯杰兄 我看秦风此副非同一般 可是这次文会的名投名 卢直说道 他是越看秦风越顺眼 要是此次习武的话 说什么都要抢过来 一代儒将 大汉朝多少年没有了 伯杰 我也认同秦子晋 杨彪摸着胡子 眼中闪闪有神 要是将这个秦子晋 拉到家族里 哪一位侄女还未成亲 带我回去好好想想 伯杰兄 秦子晋才华横溢 当以才学入室朝廷 如果有机会 你我当推荐之 马日弊便是以才学之室入庭 见秦风之才 只是在秦府当一名管事 十分可惜 哪里有那么容易 你马日弊有老一辈的扶持 有家族的背景 这个秦风可什么都没有 当今的朝廷已经不比当年了 卢职等人不免想到 蔡庸是当时文章的宗师 其他人还差上一些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在蔡庸的手上 秦风暗道一声惭愧 不过也是从一千多年前来的 不利用后世的一些经典 实在对不起这次重头彩的穿越 也不单是要胜后世的知识 还要到后世的技术尝试 更要到这里的美女 到人才到这天 想到此处秦风不仅一个机灵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 紫金兄不要担忧 我以性命担保 明日你的名声 必将传遍这大汉的都城 寻遇见秦风沉思小声说道 那就借文弱的吉言 改日登门造访 你我抵足而眠 论论这天下之事 秦风举杯说道 小弟必将岛履相迎 寻遇举杯说道 乱世什么最重要 人才 俗话说得好 千军亦德 一将难求 曹操两三万人就干了袁绍十几万 就是因为有寻遇这样大才辅佐 曹操也不知道你小子 现在在哪里个地方混 听说年轻的时候 可不是个好东西 嘿嘿 秦风喝着酒想到 蔡庸沉思一了一番 站了起来 众人的目光 马上汇聚在了他的身上 这小子的洛神父 不会是在说女儿吧 蔡庸不满有些担心 毕竟这秦风虽然有才 但截然一身啥都没有 还是府上的一名下人 不想那么多了 秦风这首副作的极美 将所有人都比了下去 是不争的事实 便说道 此次文会 秦风所作洛神父 可得这投名 显而易见的结果 众人也早是心知动明 文言一聘赞叹之声 单纯的文人 好父就是好父 真挚的赞美 毫不作作之意 通过此次文会 秦风的才华横溢的名声 通过千古文章 洛神父 渐渐传播了出去 曹志 也对不起你 小姐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秦风是赢道好父 可惜没听完 小兰追着自家的小姐 回到闺房 意犹为尽地说道 于晴月其疏美兮 心震荡而不宜 无良美以皆欢兮 托微薄而同辞 冰雪聪明的蔡文姬 回忆着记忆犹新的几段 看秦先生的眼神 这里说的可是我吗 蔡文姬面红耳赤 心里突然一惊 难不成他遭有所爱之人 是在说别人 蔡文姬并不是在自恋 而是一颗芳心 已经大扮在秦风身上 难免想到此处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要是有心事 就跟我说说 小兰笑道 你 你个小丫头懂得什么 蔡文姬甩了一下衣袖道 嘻嘻 我自然懂得 小姐是在向秦先生 秦乡身大财 将寻遇恐荣 这些明满洛阳的柿子 都比了下去 小兰跟着小姐十几年 哪里能够不知 自己小姐的心思 看来我要多下下功夫 做那凉眉的事情 这时候 一名闭女在门外恭敬地说道 小姐 水已经烧好 可以沐浴了 每天小姐都会沐浴更衣 只不过今天晚了一些 小兰从厨子里拿出了新的衣服 跟在了蔡文姬后面向御室走去 秦管事 秦管事 下人敬畏了心里 秦峰在他们心里 已经不再是一名单纯的管事 而是令人敬仰的有才之士 你好你好 你好 秦峰和善地硬着 令这些天下人们十分感动 因为有才之士都是高傲的 岂会问好一个目不时定的穷苦百姓 秦峰用自己现代人独特的风度 感染了周围的人 话又说回来 就算是演戏 戏剧学院出身的秦峰 也是当仁不让的 秦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 仰天大笑 今天晚上太成功了 不单单打响了名声 还结交了寻遇这样的牛人 将来拉来做自己的子房 曹操 你也就没戏了 还有就是文姬小姐 距离芳心的距离应该更近了吧 明天就过去看看 一看便知 叶以身 秦峰在床上辗转难眠 通过这一次的文会 他获得了足够的自信 第一次开始好好正视 自己来的东汉末年穿越千多年的知识 便是最大的底盘 那未来呢 寻一个地盘 拉几个人才 只要能够好好的运用他们 就能够在乱世立足 在后世的秦峰之道 作为上位者 并不需要本身有多少才能 只要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 再招募一批有才知识 合理的运用就可以了 要论战略眼光 在这个时代 又有谁能够比得过千年后来的秦峰 至于战术 自然又手下去执行了 既然来到了这个时代 干就要干大的 就算是失败生死 也要在后世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秦峰秦子晋 是奠击者 还是被奠击者 一切都要等到黄金之乱 张脚这次就等你造反了 秦峰想得愣了 昏昏欲睡 有贼 抓贼呀 外面传来个大喊 秦峰睡意全无 李渔打挺下了床 披上衣服便向外面走去 怎么回这儿 啊 情况是 有个小贼偷东西被我们发现 现在向小姐的住处跑去了 被吊住的家丁急忙说道 可不能让贼人惊咬到小卷 跟我快追 秦峰带着家丁一路追了下去 来到了蔡文基庭院前 便见一个身影麻 球角麻利的爬上了屋顶 请不吝点赞 wit 感谢观看